评说评论 评说西周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周代的第十一位王 周宣王 公元前841年 周立王流亡到智 在智生活了14年 共和14年 公元前828年 周立王去世 公元前827年 周立王之子继静继位 视为周宣王 结束了这一奇怪的共和行政 宣王的命是 少公用自己的儿子的命换来的 他很清楚 国人想要除掉他的原因 是因为周立王的暴虐无道 独霸山林川泽 因此 宣王继位以后 充分吸收了老子的惨痛教训 一心想做一位好国王 复兴周王朝 所以一上任就表示 山林川泽为天下共有 谁也不能垄断 政治上有事情 以于大臣共义 自己不会任意孤行 同时张榜选贤任能 得到一些贤财负责 宣王可谓是 有了做一位好国王的基础 他曾颁布命令 延命纪律 延令军事 一 不许践踏庄稼 二 不许毁坏树木 三 不许侵扰民居 在宣王的治理下 周王朝的政治有了起色 但是要复兴周王朝 必须解决日益严峻的荣敌问题 在他继位前14年 周王朝的国王被赶了出去 周王朝没有国王 只有一个看守政府 而这个看守政府只能做被动的防守 无力征伐 也无权做出其他措施 因此宣王继位以后 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怀疑和荣敌 趁势侵扰周朝边境的问题 对于王朝西部的安全 宣王扶植了秦人 前面提到周孝王提拔的秦人 让他们做了周王使的附庸 虽然秦还不是一个诸侯国 只有一块封地 但他们已经成为领主 成为贵族 宣王也同样很器重秦人 犬戎在立王时期 曾经灭掉了秦人的两个部族 前面提到的大洛义族就被荣人灭族 秦人与荣人有血海深仇 宣王利用秦人和西中的矛盾 让他们的头领秦仲为大夫攻伐西荣 公元前824年 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 率领军队进攻西荣 但是在公元前822年 秦仲在讨伐西荣的时候 战败阵亡 秦仲有五个儿子 秦仲的长子继承了秦仲的中祖地位 史称秦庄公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诸侯 庄公是后人的追士 复仇子报 宣王就给了庄公一支7000人的队伍 让秦庄公带领他的四个兄弟 找西荣人报仇 有了王室的支持 兄弟五人齐心协力 取得了胜利 此后秦仁世代为周朝的西锤大夫 在与西荣的斗争中 秦仁不断的强大起来 对于北部的荣敌 周宣王与大臣一起发荣 连战节节 迫使他们向西北退走 此后西北边境 也平静了数年 周宣王整顿朝政 安心国事 使周王室复兴 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怀疑 周宣王命令少公等率军讨伐 周军沿着淮水东行 沿途失惠于民众 争取人心 最终击败了强大的徐国 是当地大小方国中 最强大的徐国服从 向周朝建 各方国建壮 也纷纷向周天子表忠心 尽献贡物 解决了怀疑 周宣王十八年 南下法楚 楚国一直是周朝的心病 他们反复无常 到周一王时期 势力发展到江南 雄渠竟然封三子为王 到周立王时期 虽然悄悄去掉了王号 表示臣服 但是国人暴动周王室混乱 他们又开始了与周王室的对抗 侵犯各国扩张势力 本来怀疑已经臣服周 但是受到楚国的压制 他们给周王室的贡品 时不时的就会被 楚国所占有 开始的时候 宣王忙于讨伐西文 对楚国的行为熟视无睹 但此时 西北战事告一段落 国家强大了 宣王就派大臣大举南法 沿途得到了诸侯的大力之士 大军深入楚境 势如破竹 楚军战败 被迫沿金山山脉南迁 再次臣服于周时 考虑到 楚国的反复无常 为了防止楚国复叛 宣王就让他的大舅婆 或申伯 因为宣王的母亲是申伯的妹妹 封到了楚国的北面 申国原来在陕西 我们前面提到 宣王征服了汉水流域以后 在今天河南南洋一带建立了申国 申国于早期 分封到汉水的激性小国 随汉水筑基 一起形成了一个集团 成为阻止楚国北境的屏障 一旦楚国复叛北上 他们可以联手组建联军 共同抗处 至此 周曹重新出现了新盛的局面 这段时间 史称 宣王忠心 宣王忠心 使宣王有了做一个好国王的基础 或开端 但是 事态 却向坏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宣王好像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开始不听劝谏 独断专行 并且严重的干涉诸侯国的事物 破坏了维持周王朝稳定的基本制度 我们一件一件的说 先说周宣王的独断专行 他的独断专行呢 表现在不及千姆和廖民两项政策上 不及千姆就是不行天子及田千姆的仪式 及田是古代的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呢 源自于原始社会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 春耕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 没有耕耘 就没有收获 耕就是梨田 说文解字上说 牛耕越梨 人耕越耕 古时呢 主要用人耕 所以梨田呢 也就是耕田 耕就是翻土 剥杀种子 云是在种子生长的时候 为种苗除草 让种苗呢 有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耕是讲师节的 春天大地扶苏的时候 是最好的季节 不是你什么时候 想拨撒种子 就拨撒种子的 错过了时节 你再耕是没有用的 而没有了耕 谈不上云 就更没有收获 所以农耕社会 非常重视春耕 为了鼓励 勉励提醒大家春耕 在春天 农耕的部落酋长 就要带头耕种 酋长带头 然后大家开始春耕生产 这是古俗 是启年 也就是祈求丰收的 礼俗之一 吉田就是王者清耕 王者清耕 就是重视农耕 古代中国是个农耕国家 以农业立国 凡日常用度 与国家财政 军队的开支 都是从农耕中所得 所以农业为立国之本 作为天子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 春耕的第一礼的开礼仪式 必须亲历而为 这就是吉田千姆的来历 吉田成为一种隆纵的仪式 每年春耕的时候 天子要亲自率领诸侯 进行吉田的典礼 这吉田呢 是天子的自留地 诸天子的吉田有千亩 在今天山西介修南部 从文献中看 所谓的吉田 天子实际上只要更一轮 其他的官员更三轮 而真正完成千亩之田翻更 还是需要庶民百姓 对于只需要更一轮田 这样的事 宣王也不答应 大臣劝谏 他不当一回事 不借千姆 就是不重视农业 不重视经济 这自然引起百姓的不满 百姓对他不满 政治军事自然就比较容易失败 打败仗也就自然了 从宣王23年到宣王39年 朱朝廷又打了六次仗 但这六次仗呢 朱王朝基本以失败告终 尤其是宣王39年 宣王御驾亲征 结果受到纵创 丧失了南国之师 这时的朱宣王就像一个赌徒 丢掉了南国之师 向举兵报仇 但感到兵力不足 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一个政策 叫廖民 什么是廖民呢 所谓廖民就是查户口 通过查户口抓壮丁 来充实兵员 增加财政收入 清点人口本身不是问题 但他的目的不是给大家办好事发福利 而是把民力往骨头缝里算计 这就是问题了 所以大臣劝劝说 百姓是不能查点的 古时候都查点 就知道百姓有多少 因为私民合计年老病死者 私伤合计出生受性者 司徒掌握能征调的兵源 司寇掌握受罚的罪犯 牧人管理从事序幕的民数 百宫之官管理从事手艺的人数 厂人炼藏收获的穀物 邻人出纳虚用的物资 因此百姓的多少 死生出入往来都可以知道 同时在日常政务中 在天子的集田仪式中 在村贤时田猎出草时 秋收获东藏后的大规模的狩猎时 都能熟悉百姓的数 何必要查点呢 不说百姓少 却去大势查点 正显示了百姓减少 百姓减少 诸侯就会躲避疏远 无故查点百姓 是上天所厌恶的 既危害正事 又不利于子孙后代 大臣的劝谏 有理有据 但周宣王最终还是查点了百姓 结果百姓抱怨 民心浮动 社会动大 这是宣王政策失误的前两件事 周宣王还有一件事情 做得比较出格 那么这是什么事呢 我们下次再讲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